是觉得就是我们动画的那个建模非常厉害 就是题材也非常吸引嘛 虽然它是一个末式的主题 但是它整体的风格是非常搞笑的 还有片尾区真的是非常非常精彩 我每次到片尾区都不会录过 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多收看吧 就是跟我平常看的那些动漫都不一样嘛 每位佩音老师的那个非常的非常的神似 我没有看过原著 但是就是很好看很好听就很牛 就是时长太短了 就是希望下一季可以加长一点嘛 觉得小苏老师在配这个的时候 那个爆发力非常好 我们也融入了这个剧情 一下子情绪被它带动了 这一块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然后今天来到点音的现场 我们也很期待主创团队 还有佩音老师一起听上这个结局吧 还是很期待的 这部作品让我最感动的一个地方 就在于王富贵受到惊吓时的 那个瞳孔和嘴唇的颤抖这一块 让我看得非常感动 后续我对这部作品最大的感想就是 短太短了 希望他们在下一季能够持之以恒地加长嘛 加长加长 最想说的是 希望小苏老师多多配 爱配 待尽爱看 第一句特别好 然后我很喜欢人小苏 然后很喜欢他的那个世界观 他的性格 他的处事 然后很希望第二季可以快点来 在第二季的主题曲和片尾曲 他的剧情里面是末日题材 但是在末日里面这么紧张的氛围里 还能保持搞笑轻松的氛围 反正特别出我的一个动漫 里面我最喜欢肯定是任小苏 他即使是有一些超能力 但是呢 他依然保持初心 他也没有去干什么坏事 然后所以说 我觉得 任小苏 加油 我是冲着就是这些声优马是来看的 我喜欢双耳配的这个角色 因为我是冲着声优来看这部Fandom 这里面的话像什么苏尚青啊 李诗萌啊 还有郭浩然校果老师 他们都是我在七二姐声工厂 比较喜欢的CV 其实我最最喜欢的依然还是双耳 他声音特点是 他的这个少年音的话 非常贴合这个角色的本身 要感谢所有的工作人员 能给我们这样个机会 让我们能看到更多优秀的作品 能听见双耳更多的声音 也是非常高兴的 谢谢 大家好 我是第一序列的音乐监制萧娘 第一集终于完结了 完结洒话 请大家一起期待第二集吧 祝第一序列 动画第一集 第一序列 动画第一集 祝第一序列 动画第一集 完结大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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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完结大集 加油 第二集加油加油 祝第一序列动画第一集 完结大集 中文字幕志愿者 初音乐监制作